夜晚,长哥和阿笋坐在树上谈心,长哥害羞地告诉阿笋,他看到了阿笋给他阿娘的求亲信,阿笋看向他,问他这事怎么看,长哥回答他,两个人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些繁文辱节,这一声有他就已经足够了,长哥问阿笋喜不喜欢长安,之前他们说好了一起引军山林,可惜当下局势所逼实在无法撒手不管,只好让阿笋多等一段时间,阿笋看出长哥的为难,突然想起来长哥之前答应自己的三件事,他让长哥答应他,以后不准再和他说, 说抱歉之类的客套话,长哥简直不敢相信,这第二件事情如此简单,当场就答应了他,赤猴回来报道定向军队的踪迹,两只队伍只回来了一只赤猴,李静当下判断,议程是想从气口过白到突围,但隐约觉得另一只赤猴没回来可能是出事了,阿笋主动请因,前去查看,李静率领队伍去查看另一只队伍,长哥和浩渡留下来镇守军营,雷蒙带着摄尔离开,突然听到有军队跑来,他让其他人带摄尔走,他自己留下来断后, 没多久,果然阿笋带着人前来拦截他们,木槿带着一帮人和雷蒙正面相抗,阿笋则带着另一帮人前去拦截摄尔,摄尔与阿笋两军相向,摄尔的狼狮想要动手被摄尔拦下,摄尔想要和阿笋一对一,阿笋自然答应了他,拿出长刀准备和他决斗,就在两人即将撞上之时,摄尔突然扔掉了手上的刀,准备让阿笋杀了他,阿笋及时收回了刀,立刻明白了摄尔的意思,他劝为摄尔不必自责,这 一切都不是他的错,草原上还有这么多弟兄们等着他,他必须振作起来,带领狼狮更好的生活下去,摄尔听见去了阿笋的话,他求阿笋放了狼狮这帮兄弟,阿笋表示他们都是阿斯勒布的战士,本不该为定乡而战,让摄尔带着他们去过自由的生活,摄尔还想与摄尔打一场一起喝麻奶酒,摄尔相信一定会有机会,他们还会再见,让摄尔往西走,越远越好,木槿与雷蒙决斗,他拼尽全力杀了雷蒙,为迷迷报仇,李靖带人包围定相公,长哥见 见到了一城,他告诉一城长安的话还开着,让他放下仇恨远离是非,不应该活在仇恨的世界里,一城向他讲述起自己的遭遇,原来一城不是什么大随公主,他只是宗侍女,为了和平被封为公主,送往草原和亲,他没有办法只能忍辱偷生的活着,想着有一天大随回来解救他,但这一天他等不到了,他感谢长哥能来陪他最后一程,然后一把火烧了整个定香弓,乐烟照顾病入高荒的杜如慧,只见杜如慧一直看着屋外,他在等着好都凯旋, 好都飞奔回来,杜如慧听到定香大劫后,将乐烟和好都的手放在了一块,了却心愿安然的离去,李静本想诓骗李世民长哥已死,但被他识破,只能说了实话,原来那日阿笋救了长哥,长哥出来后并不想回到长安,只希望李长哥随着那场大火一起消失,李世民非常开心长哥能够活着,也就随了他的心愿,如今天下太平,大唐又恢复了他的生机,长哥放下了心中的仇恨,和阿笋一起回到了草原,过着自由自在的快意生活,他终于 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,而关于李长哥的故事,后人却很少有人提起